中国官方即开型福利彩票中福在线 近日爆出利益输送的黑幕 随后引发一阵舆论热议 根据经济参考报日前报道说 作为福采重要票种之一的中福在线 即开型福利彩票 其独家营运商北京中采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已经悄然变成了高管掌控的个人财富帝国 这对中国福采和慈善彩票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已经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中国观察人士胡新斗教授 通过电话连线为我们说明 胡教授你好 胡教授好 听众朋友们好 是的胡教授首先我想先请问你一下 中国各类彩票这个销售额逐年攀升 但是这个彩票造假还有暗箱操作等这种负面消息也不断传出 福采是否将有可能变成中国第二个红十字会 很有可能是这样 根源还是在于缺乏透明度 缺乏有效的监督 因为它是暗箱操作的 它不需要定期的定时的公开 它的财务的状况 它的云业的状况 也缺少来自公众的监督 当然有审计方面的监督恐怕也是一年也不审计一次 所以无论是红十字会也好 还是这个福利彩票也好 它都难逃腐败的命运 而且这种公益慈善的腐败 它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因为它直接伤害了亿万人的爱心 或者说它是对爱心的一种亵渎 是的 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福利彩票 在中国的这个销售情况呢 那肯定也会影响 当然普通民众它是带着某种投机或者是赌博的心理去买这个福利彩票的 但是问题就是这些福利彩票如果存在着很多的这个黑幕 那么人们就会对这个福利彩票 产生新的看法 而且对这个政府方面在这些方面很多的做法 那可能就会产生别的这种想法 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这个道德的沉沦吧 或者说人们认为这个福利彩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欺骗民众 那些钱 投机的钱也不知道又用来干干什么了 是的 所以最后它肯定是使得社会的这个道德更加的沉沦 目前在中国就是这样 这个做坏事 它的成本很低 往往这个由于缺少监理 这种官商勾集啊 或者是贪污受贿啊 或者是损工费师啊 这样做这些事情 它的成本特别低 特别是那种曝光率 或者说能够揭露出来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在中国呢 做好事的成本却很高 比如说如果真正的你如果去做公益慈善 或者是帮助他人维护权力 这个成本就非常高 因为很有可能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打压 是的 我曾经我有个朋友叫叫父妈妈 他们把他叫父妈妈 他收养了六十几个杀人犯的小孩 但是在当地却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压 这个有关政府部门指责他说 你不应该把这些杀人犯的小孩都集中到一块 你不集中到一块 人们就看不到有这些流浪的小孩 你把它集中到一块 那就让别人看到了 中国还有这些杀人犯的小孩 没人管这流浪的小孩 好像是别社会主义抹黑 所以某一些人他是这样一种心态 就尽可能的把这些黑幕给它藏起来 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 当然这个公益慈善 或者是这种福利产票 他都是尽可能的暗箱操作 尽可能的不让曝光 尽可能的不要接受监督 那最后这个腐败就更加严重 是的 胡教授那另一方面我也想请教您 去年11月至今年初 国家审计署以临时追加审计项目的名义 首次对18个省份的彩票资金 进行了专项的审计 但是审计署关于这些专项审计的结果报告 至今却没有向社会公开 那这又是为什么 这代表什么了呢 对 这个审计署应当对福利彩票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有企业 或者是国营事业进行认真的审计 但是他现在没有公布福利彩票的审计的结果 实际上可能从另一方面也说明 这个福利彩票很有可能是黑幕是比较多 因为其他的国有企业的 这种审计结果很多都公布了 而且那个措施也都是很严厉的 比如说对于国家电网等等 这样的审计的结果 前段时间都公布了 那这个没公布 很有可能吧 我们只能说很有可能是问题很多 当然从另一方面我们说 审计署他去审计 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中国这个审计部门 它是隶属于政府部门 它是政府的下属 所以他往往难以独立的去进行审计和公开 他不像有些发达国家 审计部门它是独立的 独立于政府 现在美国很多州 他那个审计长 他都是独立的选举产生 这样他就不会屈从于政府官员的压力 或者在有些国家审计部门 它是隶属于议会 那议会他当然也不会买政府的账 他也不会接受政府官员的这个辞令 还有些国家审计部门 它是隶属于法院 这样他更可以公正独立的去审计 而不用惧怕来自于政府的压力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种审计体制也有问题 这个因为省计区域省计署 省计部门都是隶属于政府 所以某些政府高官 如果他不愿意曝光 那么可能省计部门 那可能就不会公开答题结果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北京理工大学 胡新斗教授接受 美国之音VEOA卫视新闻的专访 我们非常感谢胡教授 那么有关的消息 我们也将为观众朋友们持续掌握 我并不识地扭掌握